亮哥又来袋卖机器来了 这次我要自换 要自换啊 是呀 一台这个三星 s20 国航版本的 国航版本 啥买的 今年两月份买的呀 今年二月份买的啊 是的 那咋 咋现在形成卖了呢 我用过三星的系统 然后我就给放忘了 我后来发现我倒过去才找不出来 哎 这机器外观挺新的 相当新了 没有几次 我压根二月份的还再保啊 当然再保了啊 你相当于保到明年的这个二月份没 差不多了 对对对 三星一般 没有发票应该是15个月保修的三三星 他三星的保修时间跟那个苹果的不一样 三星我记得是15个月 七明星有吗 当然有了呀 我买的全新机当时 行 可以配件啥也有 配件没有啊 配件的话就找到了一个耳机 别的没找到 s20这款机器哈 这个价格跟那个s21好像比s21都贵 s20是这个12家的12加128的s21是8架的 s205G版本 国航 你想换啥机呀 我想换一个苹果等价位的 实在是不想再加钱买手机了 太贵了这玩意 等价位的啊 对 同价位的啊 一定要同价位哦 呃 这个 这个 美版的 XSX的256G的 你看行吗 我看一下 价格差不多 这个机器呢 是很棒哈 这个机器屏幕换的是这个外屏哈 跟你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换外屏这么择好这个价格呢 跟你这个机器的价格 回收价格呢 也差不多了 然后呢 也就是没有这个多推调补这事儿了 就是说等价自换 你看看行不行 你看这台机器行不行 可以 我感觉这个机器好 而且还大 又新 那就拿这个 XS Max 然后跟你换这个 s20了哈 就成交呗 成交 这是 今天收到这个三星的国行s20哈 12加128的 这款机器呢 有很多人觉得哎 为啥这款机器 怎么s20比s21的价格差不多 甚至还贵呢 因为这个s20哈 它是这个12加的 然后呢 这个s21是8加的 配置呢 要更高一些 虽然说它年份更久一些哈 这款机器外观非常漂亮 还再饱的 好了 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观众 拜拜